金川战事之困 皆因乐清一物 回朝后还敢推诿责任 实在无耻 你怎么不说话呀 皇上说前朝的事 臣妾不敢接话 那朕说后宫的事情吧 乐清是皇后娘的族人 朕若是杀了她 皇后娘会怪罪朕吗 皇上是母之孝 想来不会让太后伤心吧 杀一个乐清 朕要朝廷里面的人看着 朕只用可用之人 绝不因任何人训私情 是 皇上的一切 都是为了朝局考虑 你很懂分寸啊 什么 皇帝将乐清正法于军营 太后节哀 乐清大人已经被处斩了 皇帝的手段好快呀 太后 您不知道 乐清大人被皇上赐死后 军中朝中人人惊悚 欲战无不拼命 皇帝杀乐清 就是要立威服人心 让军中无苟安之念 也让哀家无话可说 王后 哀家在前朝 无人倚仗了 皇帝行事 越来越老辣了 拍张相机 亲自一直都有 坐下 走了这会儿 脚疼吗 还撑 慢慢走不打紧的 你的腿间好了 我也就困心了 苏歇 你老在宫里 我来看你实在不变 皇上已经答应黄贵妃娘娘 赐婚于我俩 只要你答应 我不能答应 我俩都不得了 姚玉冰 你现在在太医院大好的前程 要什么期望没有啊 我年岁见长 腿又废了 你我实在是不般配 苏歇 你别说了 我累了 你赶紧回太医院等职吧 你 苏歇 走吧 我没想到 为臣 给黄贵妇娘娘请安 起来吧 怎么了 索性还是没有松口 经证所致 净事未开 你别着急 慢慢来 你越急着想要照顾她 她越觉得赔不上你 本宫会慢慢劝她的 谢谢娘娘 是 不用起来 于飞惦记着你的腿伤 做了一对护膝 要本宫带给你 多谢与主记忆观 你这腿伤好起来了 怎么倒躲着江湯比较 我 你和江雨冰自幼就相识 他人品如何你比我清楚 他可是可以依靠终身的良人啊 奴婢 只想继续在主身边伺候主 咱们在一块那么久 经过这么多的事 本宫自然舍不得你走 但比起让你留下来继续伺候我 我更希望你能有个好归处 好好过日子 朱小奴婢走 不是 本宫嫁了自己喜欢的人 也希望你可以嫁给自己喜欢的人 像江雨冰这样深情的男子世间难得 你可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腿上 拒绝了他的情意 可奴婢这一走 主的身边却没有个亲近的人了 索性啊 你有这个福气离开宫里 去过平凡安宁的日子 就要好好珍惜眼前人 你知道的 这样的日子 本宫有多向往 可是这辈子 本宫也只能留在这儿了 朱德华 奴婢急着了 好好跟江雨冰在一块儿 本宫一定会让你 体体面面地出家的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快走快出来了 快走快出来了 哇真好看啊 太漂亮了 哇 真好看啊 真好看啊 我今儿的诚奴婚再给江太英 真是让人欢喜啊 就来这边 zaw 芹姐 谢谢 花婚再给江太英 真是让人欢喜啊 好看nes 祝你 主 牧笛嫁人 以后不能再日夜伺候您了 哭什么 大喜的日子 张宇斌 好 你可要好好地戴索性啊 微臣一定尽心尽意地戴索性 疼惜索性 听说你治了宅子 你们就好好过日子 有什么短的缺的 就尽管跟本宫说 微臣感激娘娘 家里一切都安置好了 还请娘娘放心 卢笛不愿远离主 但求日后得闲的时候 还能再进宫 当几日差也是好的 只要你愿意 易坤公随你出入府 谢皇贵妃娘娘 谢皇贵妃娘娘 好了 及时也到了 索性该欢欢喜喜地出嫁了 皇贵妃娘娘和索性主仆情深 难舍难分 可是也不能耽误了及时啊 娘娘该给索性盖上盖头了 是 及时已到 送新人出门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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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送你到这儿了 出了宫就可以安身过日子 不必再担惊手怕了 奴婢就是担心您 您现在一个人 宫里能伺候你的大丫鬟 就是灵芝和云芝 您又不肯要心人 等有了放心的人再说吧 索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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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公公 给皇贵妃娘娘请安 好不容易换了职 还好 赶得上来送一送你们夫妻 你是在皇上面前当职 何苦还跑这一趟 你们的喜事 我大心以眼里高兴 咱们仨是旧相识 如今索欣有了好归宿 我也就心安了 索欣 你和姜太医好好过日子 宫里 由我伺候皇贵妃娘娘呢 你就放心吧 对了 京郊有五世母良田 是我送给你们的新婚贺礼 可不许推辞啊 多谢李公公 多谢李公公 索欣 你还记得吗 以前你带荣华 我就说过 你定会荣华平安 是的 成你极言了 宫门快关了 皇贵妃娘娘 李公公 我们该走了 快走吧 主 快走吧 谁 给别人 黄真 你 竹儿 夜深了 您谈这北情 若是被皇贵妃听见了 朕疏走了 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连谈谈北情都不许了吗 奴婢不是这个意思 想想皇上从中秋到现在 一次都没来过齐相公 从前他最爱听我谈北情 首先也只能谈给自己听了 怎么会呢 皇上对主一切如酒并无怠慢 罢了 你也还算得利 就算真书姐姐不在 奴婢也一定会为主 尽心尽力地办好差事的 他们都以为我没用了 还躁着呢 恭喜主 贺喜主 容声品味 夫妻又致 师妹 赶紧 人恶了 一大一遣 有学院 正常 和书家的 拼不舍 拼不舍 一封 依宫主位了 可以自称本宫了 这永寿宫 虽然都是本宫一个人住着 但未曾封贫 算不上主位 这正殿呀 就不能做 如今 也算是名正言顺了 怎么了 主 不高兴吗 不高兴 受了这么多委屈 成了主位 自然百感较急 方才婉萍和令萍来谢官 封了平位 自然要谢皇上恩典 这婉萍啊 无才无子 无非是因为是前邸救人的缘故 才得到了金锋 令萍呢 虽然得到过朕的宠爱 但是她平平无才 此次你被冤之时 她也极力求情 也算是有德了 嘉奖她也是应该的 皇上赏罚分明 说到责罚 金氏将为贵人有大半年了 这些日子 朕一直不曾理过她 那皇上的言下之意 是要理会她了 这金氏啊 这金氏啊 到底是皇四子 还有皇八子之母 也是第一个嫁入大清的御氏贵女 这些日子 朕对她的责罚 对御氏王爷的敲打 也算是让他们长了记性 那皇上要赴金氏妃位 若是要赴妃位 朕也不肯的 但贫位总是要的 否则御氏那边修书来 问候金氏 知道金氏没有收到朕的恩责 也会揣测 朕是不是 还对他们御氏王爷的 失德之行耿耿于怀 皇上的意思是 敲打即可 一直严惩就不行了 如意啊 如今 你已是皇贵妃 要以大局为重啊 臣妾明白 皇上 若金氏再有不轨 您要怎么处置他 不至于了 这已经对他做出了严惩 他也吃了教训 想必他不敢再犯 若是他再有越轨之心 朕也绝不容他 皇上有旨 奉天承运 皇帝赵约 贵人今世 性行温良 端庄疏睿 敬慎居心 柔家为择 身位振心 父为家贫 亲此 谢皇上隆恩 这前朝后宫本是一家 家贫复位 皇上看的也是他母族的面子 我啊这盼哪 能得皇上真心相待 而不是因为这些什么旁的缘由 朱儿 令婢娘娘来了 请她进来吧 请皇贵妃娘娘安 于妃娘娘安 淑品姐姐安 起来吧 坐 坐 听说皇上负了金氏为嫔 她犯了那么大的错 不配抚位啊 配不配 皇上自有定夺 令嫔怎么这般着急 是在担心什么呀 妹妹是担心家贫 再欺凌我了 虽然都是嫔位 可她是御师贵女 有母族帮臣 又会谋算 求什么得什么 不像妹妹 恩宠今日有明日无的 想求个孩子都得不到 罢了 再不满 咱们也不能说 免得皇上不快 只能做个聪明人 把嘴闭上好了 皇贵妃娘娘 淑品姐姐 咱们可都是伤心人啊 淑品 你还年轻 孩子总会有的 你也是 是 其实皇贵妃正当盛免 也该喝些坐胎药 以备有孕啊 子嗣的事都是命中注定的 喝再多的坐胎药 强求也是无用 也是 自从听了皇贵妃的劝啊 我这十分想要 孩子的心如今也淡了 这坐胎药 我都很久不喝了 这天色也不早了 我也该先告退了 姐姐 那我也回去吧 那改日 再来陪皇贵妃说话 好 主啊 今儿是十五 去安华殿上香 最是灵验了 让奴婢陪您去一趟吧 好 春宅 这本宫吃了坐胎药 有些年头了 怎么一直没个动静啊 若不然就把药停了吧 这药是皇上赏赐给淑瓶的 咱们弄来啊已经不容易 若是不喝怕更难遇洗了 对 嘉瓶也向太医院求了坐胎药 可仔细着 咱们的方子不能被他学了 那是 皇上赏赐的 总好过太医院赏赐的呀 主 放心 家瓶知道不了 主 夜深了 该睡了 我再画几笔 以前皇上来看淳贵妃 顺带也会看看主 自从淳贵妃失宠 您更是连皇上的影子 都看不见了 如今您都封了平位 皇上也没来 看不见皇上 皇上也在我心里呀 主 你别再说话了 我正在画眼睛呢 你看 皇上的眼睛在看着我呢 皇上和淑萍妹妹在看什么书啊 这么有趣 是纳兰荣若的银水疾 臣妾入宫前就知道 皇上最爱纳兰词 这纳兰的词啊 确实极好 读起来呀 口嚼有香 臣妾最爱的是一句 儿今才到当时错 心绪欺敏 纳兰荣若写情 真挚浓烈 又不似灰飞烟面般穷尽 必得细细读来 才得眷勇之位 这良日如丝啊 本该与两位爱妃 饮酒作诗的 总胜过前朝的老头子 在朕的耳根前锅造 罢了 等明日 朕将张婷玉告老还乡的折子 发出去之后 朕就可以清静些了 朕就能这样 皇上国事安定 可家事 皇上啊 永皇的福晉来回禀 说开春以后 永皇的身子是一日不如一日的 皇上得空该去看一看呀 这永皇的病啊 无非是自己的心思重 而且生了不该生的心思 朕已经叫其辱 去给她瞧瞧了 让她安心静养 不要再生这些无妄之想了 可是臣妾放心不下 那得空的话 你就和传贵妃去瞧瞧她吧 是 阿娘 皇娘要害你 大爷 阿娘 大爷 大爷 你是不是又冒眼了 你 你 怎么又凸鲜了 臣记住少太医 不要了 我刚才做了个梦 皇娘她 还要是孝贤皇后的季臣 你是不是又惦记着她了 我要去查孝贤皇后理论 你这是病糊涂了 前身给您热了药 好 您还是先喝下 我不喝 来 不喝 喝着这老实在做什么 后来这些年 也不见好 您是太思念额娘了 我额娘死得太远距 要不是额娘死得早 我也不至于 被皇阿玛冷落 施了父子恩义 我还不想要 插上一朵紫色的 鲜亮些 姐姐真是好眼光 你呀 做胎药停了许久 气色也好多了 只是皇上 还是照例赏着药来 总觉得自己有负圣恩 主儿 主儿 大阿哥府里来传话 说大阿哥 恐怕是不行了 淳贵妃知道了吗 大阿哥府尽先来禀报你 奴才已经拆人 去告诉淳贵妃了 你去吩咐备教 你去禀告皇上 走 姐姐慢走 永华 永华 谢娘娘 皇贵妃 皇贵妃安 起来起来 都起来 皇贵妃 阿娘 你看看永皇的样子 阿娘 崔太医怎么说啊 阿娘 我娘娘话 太医说大爷 梦魇缠身 日夜不安 心气断断续续 自从被皇上伸断 这两年大爷忧死不堪 又不肯告诉亲神 好几次从梦中惊醒 还大哭说自己不孝 前几日 孝贵皇后的继承 大爷梦魇更厉害了 只好去找孝贵皇后理论 亲神 会理论什么 永皇是最有孝心的 他找先世的 孝贵皇后理论什么 糊涂油蒙心了 红可白什么的 就拉扯着永皇不孝 以本宫看来 永皇身上不好 都是你们这些 不知敬众的人 跟跳缩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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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纯贵皇也是为了永皇着急 是 妾身知错了 婚娘 儿娘 儿娘 父皇 儿娘 儿娘 永皇 是换他的亲儿娘 遮命皇贵妃 皇上 方才三宝即暴 说大阿哥怕是不大好了 什么 被叫 这要见有皇 喳 这是什么药啊 回两位娘娘 这是提神的药 大阿哥怕是鬼光返照的 有什么能说的话 赶紧说的吧 杀 永皇 墨戚 永皇 墨戚 想来 永皇有话对皇贵妃说 我们先出去了 出去吧 多谢母亲 还惦记着儿子 这个时候 还来看儿子 你小时候第一次叫我母亲 那时候你就是我的孩子 而且永远都是我的孩子 儿子自幼 别施了额娘 被人欺辱 是母亲 给了儿子关爱 给了儿子牺牲 母亲的养育之恩 儿子一直不敢忘记 只是 儿子对不起母亲 儿子也好想争气 还 还曾经 动过 算计母亲的心思 如今 怕更是没有机会 给母亲尽孝了 好 哪有母亲和孩子计较的 永皇啊 你这病就来自于幽死 你就不应该想那么多 好好地养好身子 才是对母亲的孝敬 何父亲 儿子自知 怕是不能了 这段时间啊 儿子总是梦见 我额娘 儿子 该是去找我额娘了 你额娘哲敏皇贵妃 要是地下有知 她也会让你好好养兵 不要胡思乱想的 母亲 母亲 是孝贤皇后害死了额娘 皇妈 妈儿子 对孝贤皇后不孝 儿子是真的孝敬不了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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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她 永皇 宫里边是有这样的闲话 可是闲话是不能往心里走的 这不是闲话 是有人明明白白告诉儿子的 有人告诉儿子 萧贤皇后当年是如何 愿我和娘先生下了我 这个肠子而容不下她 又是如何 愿我额娘再有孕而动了手脚 害死了额娘和我的未蒙面的妹妹 有人告诉你的 是 是 只可惜 只可惜 我明明白白知道的时候 萧贤皇后已经死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真相 也没有机会 给 给额娘报仇了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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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的心 好恨 好恨啊 好恨啊 这君是谁告诉你的 是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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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 家 家 家 文皇 徐太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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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两位娘娘 大哥 红啊 徐皇 儿子 儿子 母亲 多谢母亲 你叫我什么 母亲 你应该是吗 对 我应该是吗 如果我应该是吗 我保证 我当然选择 有些事 而是这个人 你不可以 他们来拼残 他 zal有些事 你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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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 给皇贵妃娘娘请安 都一天了 皇上就这么躺着 也不说话 奴才都愁死了 下去吧 吃 皇上 你来了 永皇的丧仪都了理好了吗 都了理好了 都了理好了 皇上就安心吧 你看看这枚新预备 你看看这枚新预备 你对子牧师 是朱英的裴家 虽然都是复查室 但她的家室 远比不上萧贤皇后 所以这枚玉备 并不算十分名贵 她生前 一直带着这玉备 一直到死才摘下来 所以朕 叫人封存起来 留个念想 你看 这子牧师十分亲热 天论之乐 毫无嫌隙 皇上是想念 哲明皇贵妃了 臣妾知道 皇上心里难受 可如今 哲明皇贵妃和永皇 也算是母子团聚了 如意啊 朕不是不愿意 给永皇脸面 去参加她的丧仪 是朕不敢面对 永皇病重的时候 朕不愿意听到她 一点点病重的消息 甚至不愿意去见她 因为朕怕她见到朕 只剩冤恨的眼神 朕也不想再一次 自己的孩子 走在朕的前头 臣妾明白的 所以将皇上的意思 告知永皇的福利了 王公命父也都去治癌了 自从朕登基之后 一直勤政爱民 敬募上天 可为什么朕的孩子 一个个走在朕的前头 落得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伤心 朕到底做错了些什么 朕知道永皇是死于心病 孝仙皇后离世之后 朕也知道她有了夺嫡之意 做阿玛的 看着自己的孩子成长 是欣喜的 可是 长大了无能 让人担心 有野心 又让人害怕 历代以来 皇子争权 就是作为君王 最忌惮的事情 皇上念朕当善念 如日中天 如日中天之后 便是夕阳夕下了 朕为了防着 自己亲手养大的孩子不孝 所以 朕防着永皇 也赤贺了他 可是朕 朕的心还是疼爱永皇的 毕竟所有孩子当中 她是陪朕醉酒的一刻 永皇若知道皇上的心思 在九旋之下也会有安慰 永皇临走的时候 念念不忘折命皇贵妃 深感自己不能惊笑 永皇还告诉臣妾 是家瓶告诉她 折命皇贵妃和儿公主 是孝贤皇后害死的 所以她记恨孝贤皇后 在她临前武装 惹得您当中斥责 要不是家瓶挑唆 永皇不会使了您的 还心郁郁而终的 孝贤皇后临死之前 朕问过她 折命皇贵妃的死因 她发了毒誓 她说是 绝不承认 可是折命皇贵妃去世之后 宫中确实有这样的传言 若是佳萍 真和永皇说了这些话 多半是听信了流言 说到底 除了永皇自己有争夺之意 朕的疑心 也必死了永皇 如意 朕在外人之上 富士万千 可这外人之上 就是无人之殿了 朕总觉得孤零零的 到朕的身边来 朕想和你一块 臣妾不是一直都陪着你吗 如意啊 朕一早 选定的就是你 做朕的弟父亲 做朕的正妻 小心皇后离世后 朕一直想 许你皇后之位 皇上 皇后之位臣妾惶恐 惶恐 为何惶恐 是因为你姑母吗 如意啊 你与你姑母不同啊 姑母与臣妾 有何不同 我们都是乌拉娜拉式的女儿 爱的男人 都是救护之尊的皇帝 乌拉娜拉式又如何呢 早年的情事 朕也身不由己 不过现在都过去了 朕要谁做朕的皇后 都是朕拿主意 你听着 朕是皇帝 也是仁夫 伴随在朕身侧的 是朕的皇后 也是朕的妻子 皇上 臣妾从来就不想做皇后 可是姑母去世的时候 问过臣妾一句话 臣妾是犹豫的 什么话 姑母问臣妾 想不想和弘历 身同亲死同学 臣妾是想的 只是要和皇上 身同亲死同学 只能是皇后 这就说明了 咱们是注定要在一块儿的 如意 在这无人之殿 朕觉得孤单的很 朕想让你在朕的身边 朕也只要你在朕的身边 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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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